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现在好像都是电脑操作了 应该有五个吧 他们每天做什么 会去拍很多的素材这些 到处获取一些需要的 像记者一样的 审核视频之类的吧 应该不会太忙 因为大部分都是 因为背后都是算法 那我身在家的 这是TL东的公司 他们没有窗户 你好 你好 我的翻车 为什么 你开心去工作吗 对 他开心 他开心 他们真的没有窗户 这里好像一个很大的网吧 你觉得你的公司没有很多空间 你的位置太小吗 没有 挺好的 有助于交流 是是是 我们关系非常好 你们看他们在那边开会 这里是食堂 因为我们发现太快 然后人太多了 很快已经都落了填满了 你好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负责整个头条的后勤的管理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吗 对对对 每日三餐都是免费的 然后还有下午茶和零食 你们有辣的吗 每天都会有一款辣的菜 有西餐吗 也有西式早餐 你有猪鼠吗 猪鼠目前还没有 没有考虑 因为考虑到这个接受的程度吧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有可能他可以给你便宜的价格 如果你要你想买出去 很好很好 今天中国他们吃什么 有很多很多沙 有红烧豬肉 番茄鸡蛋 我很爱吃番茄鸡蛋 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牛肉 他们有没有牛肉 没有很多 OK好 他们也好 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吃午饭 很像在学校的时候 饿了吗 饿了 你们饿了吗 你饿了吗 你饿了吗 对我们很饿 在北京需要吃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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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牛肉 好吃好吃好吃 有一点鲜好吃 所以除了吃的免费 你们还有什么免费福利 我们会给住在附近的同学 每个月房补 多少钱 1500块钱房补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住得离公司 近一点平时来上班 方便一些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有上万人 一共有多少城市人 几千人吧 Dowing在哪里 在那边的浓楼中一通 哦我们可以看到 那西瓜呢 西瓜的话在另外一栋楼 你在家可能看不到 头条在哪里 可能在这一栋楼 所以这个全都是头条 嗯 头条也有在那边 我们都是分散的 哎呀你们有很多 那你们有like shuttle bus吗 有啊我们有shadow bus 每15分钟一班 我现在走他们的shadow bus 去抖音 我们两位是抖音的产品经理 然后我是抖音这次的前段研发 他们有一个新的游戏 所以我们现在用嘴巴吃水果 大家猜一下这个小游戏 所以他们需要多久可以做出来 如果你要他做一个filter 然后我就有一个下巴 但是他说很难做 一般来讲很难做的话 就是可以做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说不可实验的 而是说一个挑战 从游戏到现在 就会一直在经历 一项又一项的一个市面团 我们现在在 Dowing国际版 这个叫TikTok 我们现在要拆封一个老挖 I work on a product called TikTok but I focus on the South African markets And where are a lot of the foreigners from?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So for example Thailand They will have someone from Thailand What's like the most challenging aspect of your job? The culture, the language barrier for me It's quite a big thing But it's the right kind of challenge Because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ed It's just like a lot of people No, I should org 和我吃 And this is a free food And this is free吗? Yeah You there's free food Oh my god Oh my god Um It's good You can see There are so many free food People are sold They pay me cles So much How many food How many food You can go to us 这里是头条美食频道的工位 所以你每天应该看很多很多吃的对吧 对我们每天都看很多的美食的内容 如果你看很多美食内容 这个应该让你很饿对吗 所以我们就一边上班一边吃 这就是我们美食频道的日常 头条的新闻是你们写的还是别的人写的 我们头条的新闻都是我们的用户生产的 就像郭杰瑞这样的优质用户 为我们头条产生了无数的内容 然后我们头条只是一个内容的分发 所以你是西瓜食品的对吗 对的西瓜食品的运营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头条和西瓜食品有什么关系 比如为什么他们上头条可以看西瓜食品 今日头条跟西瓜 他们都是属于自己跳动旗下的嘛 然后就头条里面的短视频内容 就是西瓜视频这边给他们供的 为什么你们叫西瓜食品 不叫冬瓜食品或者苦瓜食品 为什么是西瓜食品 因为西瓜很新鲜 我们的食品也很新鲜 苦瓜也很新鲜 为什么不叫苦瓜 你们的老大每天在做什么 我们老大你说一鸣吗 其实我们都不叫他老大 我们会一般叫他一鸣同学 一鸣最近我觉得应该是在忙CEO面对面 在你的公司最多的人是哪一些 应该是工程师 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嘛 很多人觉得有可能一个APP做出来以后 不是有很多人 但是你看这里这里有很多很多员工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志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